今天又是禮拜一 要直接來跟大家說 未來一個禮拜的天氣重點了 其實就很簡單 兩件事 一個是高溫炎熱 另外一個就是午後雷震雨了 整體來說 當然就是上午的時候要防曬 而下午的時候要防雨 沒下雨的時候 就更要注意高溫炎熱了 我們就先來看到 其實在今天的高溫警示 目前全台灣有10個縣市 亮起了高溫警示的橙色燈號 中午前後 你更要注意紫外線喔 因為在今天又是一個過量等級 甚至是危險級的 外出真的要做好防曬 多多補充水分了 而也要來關心一下 目前的室外溫度 因為目前感覺起來 外頭的溫度還算舒適 北台灣的部分 大概是27、28度左右 而現在南台灣 你看到了 這大雨過後 高雄地區目前是25.8度 而目前花蓮來到了28.2度 而在台東呢 則是來到了29.3度了 其實在今天全台各地高溫 普遍可以來到32到36度 但當中特別要提醒 包括了大台北盆地 中南部近山區 再來就是花東縱國的民眾 要來注意了 因為局部可能是從36度 開始起跳 這獨辣辣的太陽一晒呢 其實高溫就來到37、38度了 當然如果中午過後是有下雨的 是可以稍稍降溫一些些 不過講到今天的午後雷震雨 也要提醒大家真的要注意 因為在今天中午過後呢 部分地區的雨勢可能會很猛烈了 而透過了衛星雲圖就要來告訴大家 其實這兩天啊 你可能會聽到氣象專家 一直在講的叫做高空冷心低壓 而現在你可以看到呢 冷心低壓已經來到了台灣的東方 預估在今天就會過境台灣上空 而地面的溫度高 冷心低壓接近就讓高空溫度低 你感覺起來就是頭重腳輕嘛 整個環境不太穩定 就容易造成旺盛的對流發展 所以提醒大家在今天午後雷雨的雨勢 是會明顯的 範圍也會比較廣泛 我們就要來看到定量暫雨的部分了 其實在今天全台各地呢 還是一個勤到多雲的天氣形態 不過整體來說呢 環境風場是以東南風為主 所以其實在迎風面的台東恆春 會有不定時的短暫雨 而剛剛也說到了 這大氣環境呢 是有利對流發展的 所以全台各地都要留意的是 午後雷震雨的發生 其實在今天包括了中南部 大台北地區還有北部山區 可能是會有局部大雨的 但有沒有看到這邊顏色不太一樣啊 中南部山區 你更要留意的是局部短延時 好雨發生的可能 那麼如果說熱對流的發展時間拉長了 這下雨的時間可能也會延長 就有機會是一路下到晚上 而氣象小叮嚀就要提醒大家了 要注意外頭的高溫炎熱 也要注意中午過後 可能會出現劇烈的天氣變化 尤其午後雷震雨呢 常常是瞬間暴雨 伴隨著雷擊強震風 就會建議大家了 如果你不趕時間 下暴雨的時候 先找個地方暫時避一避 一切都是要安全第一的